今天要帶大家看看我都是怎麼去練習的 以及我練習的程序是什麼 嗨,大家好,我是人間貓 歡迎來到Nickelmau Flute頻道 今天想拍這一集是因為在教學生的過程當中會發現 有些學生他們練習的時間是足夠的 可是成效卻沒有預期的好 後來才發現原來是回去練習的方式錯誤了 所以今天就來帶大家看看我是怎麼練習的 我的練習內容其實很簡單,不複雜 只是挑出來練的方式也是很簡單的 但是背後會有一些為什麼我會這麼做的原因 那接下來呢,我練習的片段裡面呢,你們可能看不到的是 就是有很多東西我過去已經練了 所以我就不會在這個影片裡面去 就是你們在這影片裡面就看不到這個部分 可是你們可以參考的部分呢,是 我是怎麼 我是怎麼樣去排 我是怎麼樣去除錯的 就是當我一個句子呢,有問題的時候 那我是怎麼去克服的 那以及 我在練習上面的順序也是你們可以去參考的 因為 你的練習呢,有一個順序是非常重要的 像我在教學過程當中我就會發現呢 如果說學生呢,他是在家裡面練習 他就是從頭到尾就亂一次 他沒有把一些比較容易卡住的地方跳出來練呢 就會很容易這個錯誤就一直存在 那可能在課堂上呢,可能 我可能只要花個十分鐘的時間 他就可以改過來了 所以這件事情是蠻重要的 就是你怎麼樣去排除錯誤 但是就像我剛剛講的影片裡面 你可能會看不到呢 就是我過去已經累積練習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呢,我可能挑出來練 然後對你們來說 你們會覺得怎麼可能就這樣去改善 所以如果說呢,你看完這影片內容呢 你發現你在練習上面呢 想要找人家討論的話 也歡迎參加我的線上教練課程 那你們都可以在我的網站上面 點擊聊天室 然後詢問課程內容的問題 那如果說呢,像之前呢,我拍的那些 長疊基本功的課程啊 對你來說呢,你們是有辦法吸收啊 還有理解的話 那你也覺得呢,我這邊呢 剛好有你需要的東西 然後我可以協助你的話 那你也可以點擊報名專區 填寫報名表還有你的資訊給我 那你決定要跟我們上課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看看 我們可以做一些什麼 好,那我就要來今天的練習了 我今天會吹的是這個 就是一個 它是一組練習曲 法國的作曲家的練習曲 好,那我要來挑一首呢 我完全沒有吹過的 然後就完整的記錄呢 今天的練習的內容 嗯,我要來吹第四首 好,那我在拿到一個陌生的曲子的時候呢 我會先做的事情就是 我會先把這首曲子 先從頭到尾RUN過一次 從頭RUN過一次呢 就是為了是 了解整個曲子的架構 然後一方面呢 去看 嗯 這一首呢 它要你練的東西是什麼 那你先RUN過一次之後 你就會比較清楚 那在RUN的過程當中呢 只要有任何一個地方 我覺得 可能是等一下需要會練習到的 那我就會先把它勸起來 所以我 我有準備一支筆 OK 所以你們在練習一個新的東西的時候 記得旁邊要筆 好 好,那我要來RUN一次啦 我們看看 有一個大跳音程的地方 這首很多大跳音程 所以我等一下 可能會花比較多時間在練這個部分 還會放在一起 音樂 然後在地獅王的時候 我同時間也會去看 就是它的段落是怎麼樣分佈的 然後我就會把它標出來 OK 所以它中間有一個很像過門的東西 好 先下去等下再回來看 OK 所以它這裡有重複的東西出現了 所以重複的東西我也會把它標出來 因為這個就會方便我等一下去分段練習 好 所以它又重複了前面出現的旋律 把旋律段落識別出來是很重要 因為這個可以節省你在練習的時間 然後再一次 再一次 再一次 喔!好!OK! 所以跟前面重複的段落就到剛剛那邊 看接下來是什麼 感覺這是新的東西 就是好像他想要串點後面的東西 我們先下去 OK!好!他再現前面了 OK!好!所以確定剛剛 他這些這一段中間這一段 他是為了接到最前面的那個旋律 他現在是一段落後面的聲音 他現在是一段落後面的聲音 他現在是在這段下方的聲音 對這段中間就像是一段落後面的聲音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嗯? 他停下一个很神奇的音 Do,Re,Mi,Fa,Sol,La,La,Do Zither Harp ok 好 嗯 整理一下乐段 叮叮叮叮 哩哩哩哩哩的 Study fooled ok 所以他后面有一段也是 后来就是结束之后 为了结束 就是重新一个新的旋律乐段 好 好 所以我現在可以重頭練了 那我剛剛走過一次呢 我覺得A段的地方就是開頭的地方 它有很多大跳音程 就是是我會需要花一點時間練的 所以我現在要來把這個開頭那一段呢 挑出來然後先慢練 喔這裡真的會搞錯 那個我每次都會錯 他這裡用一個低音然後到高音 哈哈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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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呢他寫的Dorce 就是要融合一點點 那也聽得出來他的旋律線條 就是比前面更長一點點 所以我在練習的時候 我這個地方呢我的氣 就是會比較有儀式的去送進我的場地裡頭 那我在第二次練習的時候呢 我會開始標明一些我覺得需要被注意的呼吸點 因為像剛剛那個句子呢就是比較長一點點 所以我必須要在剛剛那個Do呼吸 我接下來就會可能會沒起 大跳的東西就出現了 它這裡有轉到別的調 所以當你在練習的時候你發現有轉調的時候 你也要能夠辨別出來 這樣子你會比較可以快速的去抓到它的音 哦 OK OK 好我們會聽到這邊呢它的 它的本來前面發都有聲 可是到這裡發還原 所以這邊我接下來會做一些顏色上面的 就是不同 就是跟前面做區別 然後接著就是又重複的B段 然後接著就是又重複的B段 對 然後它這裡又轉掉了 所以說如果你發現它轉調了 然後你立刻就是辨別出來的話 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它這裡是什麼音階 所以你在練的時候速度就會 就是你的效率就會被提升 這裡要想一下呼吸的點 有點想一口氣耶 想要挑戰看看 等一下在系列的時候再做決定 跟前面做應該積的 然後再拍一杯 那 crash 然後再拍一杯 就結束它 全部鍵子 一杯 然後再拍一杯 又陰杯 好那接下來我要開始就是RUN更長 就是更大片的東西 剛剛都是一個段落一個段落 那我現在就要去 去驗證一下我剛剛覺得的呼吸點 這樣順不順暢 剛剛那一次比較像是在確認我的手指還有所有的音 那我現在想要確認的是我的呼吸的點對不對 OK好 所以我非常確定我沒有辦法去撐完 那我得想我要再來呼吸 好就在這裡呼吸 來下去 標線 最后 后面有点想要把速度再往前push 但我在试试 啊 撑不完 我觉得第二阶段可能就先这样 那接下来第三阶段呢 我会开始看比较细的东西 包含就是我的大小声我要怎么安排 这样 然后再次确认我的呼吸段落是不是正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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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想想 你的 哼哼哼 嗯 好 我A段呢 應該就是會維持在 就它不上記載麵頭腹�ρύ 可是我中間會有一些樂段就是 往前推 然後再收回來 那 Dorch的那裏 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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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 好 這裡會做一個漸弱 好 這裡我就不會藉由漸弱 可是Dolcher的地方我會讓他的聲音稍微再柔和一點點 嗯 我去強調他上面的那個音 嗯 好 接下來這段我想要讓他的音量稍微小聲下來 搶到這些音 搶到這些音 Dol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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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讓它再更小聲 然後再 再回到B段 我會讓大家看看 它這裡音量到佛腿 我要想一下我要怎麼接 好 用這個C、Re、Do 去做一個往前推的感覺 C、Re、Do C、Re、Do Db ma Db ma 嗯 這樣可以 好所以雖然他補上寫兩個F 但是我會 我只會在一開始的時候有個大聲 然後接下來呢 因為他的這個音群開始往下走 所以我會做很多的 漸強漸落漸強漸落這樣子 收回來往前推 收回來往前推 然後去保留我的氣 然後到最後一行的時候 我會 我會降到meto piano 然後再漸強到最後的結束 好所以差不多要進入到最後的階段 我會 就是 我會試著看看就是我 有沒有辦法完整的吹完一首曲子 那還有哪裡不熟 那我們再挑出來練 我會試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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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一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那这支影片内容大概就是这样的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你们也更清楚就是你在练习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事情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们 为我的影片按赞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或是实际行动支持我 斗内我的频道以及购买乐谱 好了那就这样啦 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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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